嗨 我是鱼衣之兔 歡迎回到祝福的時間 哦 發現2月4號 因為是直播 然後有很多 就是因為很多片 然後所以我才用直播 然後發現啊 再重新整理一次留言 發現有很多漏掉了 所以在拍什麼 這邊會看到我的那個 好 沒關係就這樣子 好 好 這個第一則是義詞 啊有一些的是我有印象 可是我真的找不到 真的找不到 所以我就 再再就是 再一次的祝福 因為有些的 這我覺得我好像都有講過 可是我怎麼找都找不到 所以我們就再祝福一次 好這位是義詞 然後他是 是這位 的好朋友 那因為他也有在看我的影片 非常喜歡我 那他是2月13號生日 但他前幾天在家裡出了車禍 然後掉到鳳梨田 然後頭撞到了鳳梨 然後在加護病房 然後醫生說他可能不能再走路了 然後也有生命的危險 希望我能替他加油 然後他說他是一個 呃女同志 然後他希望他能清醒後 然後能找到一個 能勇敢的交女朋友 好 我覺得這個義詞 就是先 好 大家都說我的瀏海 我撥到旁邊去 而義詞先跟醫生他們講好 我覺得這是不是反光 好 先跟醫生他們討論好說 而這個後續的發展是要怎樣 是 而能不能就是 改善他的狀況 如果不行的話 那是要怎麼樣去處理 然後就是積極的 好好的處理 才能恢復 就盡量的恢復 那我覺得 交女朋友這件事情 先 首先是先幫在一邊 現在最主要的是 把你現在身體的狀況給處理好 處理好了之後 你去享受你自己美好的人生的時候 然後去 有一些興趣的時候 然後去多認識一些朋友的時候 那麼你再去交女朋友也不遲 你總是會遇到的 首先先把你的狀況先給弄好 比較重要 好 我覺得我這樣子 我的眼睛會反光 好 這是義詞我給你的祝福 那也祝你趕快恢復 你的身體健康 然後萬事的威力 事事順心 然後有美好和快樂的一天 希望你趕快恢復健康 然後繼續享受這個世界的美好 好 再來 暈停 不是 我往下 好 這個是小事 那這個其實我也覺得我拍過了 不知道是因為直播還是怎樣 呃 好我就找不到 他說因為他最近被家人排擠 然後造成心理上很大的程度的影響 然後導致他的個性不好相處 然後 呃 變得很兇很高了 然後 得到了憂鬱症 然後開始有一些傷害自己的傾向 希望我能開導他 呃 首先啊 你要先找清楚他的問題在哪裡 好 家人被家人跟朋友的排擠 是因爲什麽樣的原因 生理的因素還是 呃 生理還是心理的因素 這個要去看看他最近的行為上面 是不是有什麽樣的改變 那是不是因為他 身體跟心理上面有一些 呃 會有這個 就是 也會讓他去改變他的情緒 那就是說 因爲他一直陷入在那個情緒當中 所以能做的就是盡量就是 先 找專業的幫忙 看看是生理還是心理上面的問題 然後 就是只能陪伴 然後就是轉移他的焦點 帶他出去走走 然後看看這個世界的美好 我要這樣子 要這樣光 就是 帶他去看看這個世界的美好 就是盡量把他脫離到那個憂鬱的情緒 因爲憂鬱 真的是需要長時間的去 照顧 然後甚至要給他們加油打氣 甚至要去陪伴他們 因爲這個不是說 誒你馬上就會好 像流感或是怎樣 馬上就會好 這是心理上面很多 他看待的事情的就是都很負面 所以要盡量把它脫離到比較正面的 所以 希望 小事 小事 我沒有念錯吧 小事 而能趕快恢復到身體健康 然後萬事如意 然後事事順心 然後有快樂美好的一天 趕快恢復到你的快樂的樣子 然後我開錯 我開到YouTube去了 然後趕快恢復到快樂的你 然後繼續享受這個世界的美好 你只開錯 我來確定一下有沒有念錯 小事 對 沒念錯好 就是希望你趕快恢復到你快樂的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他說他弟弟生日 那是2月4號那天 那應該都是直播那時候拍的 那就補助弟弟生日快樂 然後他似乎得到了朱如症 然後一直長不高 長不高的原因有很多 他說你就是還是要去請專業的幫忙 對 然後 就這樣就祝弟弟他 因為他也沒跟我說弟弟叫什麼名字 他就祝弟弟 嗯 身 就是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事事順心有快樂美好的一天 然後 就這樣子繼續享受這個世界的美好 然後 再來是凱宇 凱宇是明天生日 那明天的生日我一定不知道是哪一天的 反正就祝凱宇生日快樂 然後 他上個禮拜因為酒精中毒 上個禮拜是什麼時候我也不知道了 好 這個也被沉沉沉到很久的留言了 好 那因為酒精中毒 然後在醫院休養 然後希望我能替他打氣 然後他也是我的粉絲 好 嗯 酒精中毒 那就是不要喝酒 那想要喝酒的時候 就出去去運動一下 去運動 然後去 那 排解你那個想要喝的情緒 然後 也可以請專業的 諮詢專業的幫忙 然後 祝你生日快樂 然後希望你的身體 趕快回復健康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事事順心有快樂美好的一天 然後繼續享受這個世界的美好 再來是 Eason這個 我有印象他是在直播的時候有出現 然後他的綽號是氣再來 然後希望能祝他戀情久久 另外一個 另外一半叫做很可貴 所以 就 祝你們 就是感情路順順的 然後繼續享受這個世界的美好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事事順心 有快樂美好的一天 繼續恩愛下去 好 再來是 這個我記得我也是在直播講到的 就是他有一個朋友 恩 然後 恩 叫雲婷是不是 對 雲婷 然後 因為 他的身體越來越北 然後每天讀書 有開始有四歲的狀況 然後 就是 黑眼鏡他過敏都有這個樣的問題 然後 就是希望我能給他 首先 恩 你要去看看是不是 身體心理上面的問題 是不是有得到什麼樣的疾病 還是要去給專業的看一下 因為 我朋友 恩 之前我有一個朋友 他也是就是 睡覺 然後就是 每次在上課的時候都會睡覺 然後也是比較偏肥的那一種 然後就是 他也一直不知道他的 就是得到了 恩 某一些病狀 然後也是 後來就是 某一天在那時候 那時候年代還是 NAS NXN的時候 他講說 恩 他就是得到憂鬱症 可是他 並不知道他是 自己是這個狀況 所以有時候 那種生理的疾病啊 身體的疾病 有改變的時候 然後是覺得 有影響到自己的生活的時候 就要警惕一下 是不是 哪裡出了問題 要去找醫生來看看 好 那個 雲庭 是嗎 雲庭 對雲庭那就 祝你身體趕快 恢復健康 身體健康 萬事滷益 實實信心 有快樂美好的一天 繼續享受這個世界的美好 還是要去找專業的來看一下 到底是怎麼樣的問題 然後也可以寫下來說 欸你的生活上面有什麼作息 有什麼改變 都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方法 來去了解一下你最近的人生 有什麼樣的改變 好 這是我給雲庭的建議 然後 再來是 博焱 他就是因為 嘿嘿嘿嘿嘿 然後 總之他就是有很多的狀況 然後 導致他被霸凌 那這個的話 我覺得還是要找一些社工 還是一些專業人士來幫他 這個很明顯就不是在 我能幫助他的範圍內 那我就是希望就是 家裡面的人 不是家裡面 就是朋友啦 家人能陪伴是最好的 然後 就慢慢 帶 然後自卑的話 他可以就是去尋找一些 比較 不用錢的那一些的 嗯 不需要花費太多的那種興趣 然後慢慢的就是 就是 在那個領域上面得到一點自信 然後 這個領域可以幫他賺錢 那是更好的 因為他是有一些 家境上面的問題 對 所以能幫助他賺錢 然後又是花費比較少的 可以去看看 然後 就是還是要尋求一些幫忙 然後就是盡量帶他出去走走 那種不用錢的那一種的 就是公園走走也好 然後幫他轉移一下他的 呃 那個 轉移一下他的主意 讓他比較往那個正兩那樣的方向去 那就博焰祝你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然後事事順心 有快樂美好的一天 然後繼續享受這個世界的美好 這個 哨語 我有印象 我跟他說明天 那時候 2月4號吧 然後我跟他說 他是3號投稿吧 然後我說4號 4號漏掉他了 然後5號 我記得我應該是有排他了 應該是在制服 好那個少語 呃 祝你考上那個政大外交所 祝你考上然後歐趴 歐趴歐趴 然後 也祝你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然後 有美好快樂的一天 然後 繼續享受這個世界的美好 然後 考試順順利利的 好 再來是 成雅 成雅 這個我好像也拍過 怎麼這個 我覺得每一個都拍過 然後就找不到檔案 好 他因為 呃 發生了一些 車禍 然後差點在也起不來了 他當下很崩潰 那我覺得 呃 成雅就是現在 先跟醫生好好的溝通 治療到底要怎麼樣的治療 然後專心的做治療 然後 然後 碰到 你就是只能面對 你逃避的也沒有 你最終還是要面對他 就看治療 然後 處理好了之後 你再來去就是 擔心以後的事情 我覺得先把病 給醫好比較重要 然後 然後 家人跟朋友的陪伴也很重要 然後就 身體允許的話 可以帶他出去走走 然後 看看這個世界 畢竟 發生了車禍 他一定會是在一個負面的情緒下面 所以就盡量給他一個正能量 然後 讓他 呃 就是 比較有一些正能量 不是都在負面的情緒下 那就是祝成雅 就是 身體趕快回復健康 然後事事順心萬事如意 有快樂美好的一天 繼續享受這個人生的美好 這個世界的美好 然後再來是尾右 右尾 是右尾 不是尾右 是 右尾吧 右尾 好,右尾他就是 因為某一些 關係 然後對 呃 對 就是沒有自信心 那我覺得 一樣就是 像我說的 培養性 培養你的自信心 就是 培養你的興趣 然後在這個領域上面 然後 得到一些成就 你就會有自信跟勇氣 然後 這個東西的話 也可以請 就是專業的來幫忙說 看怎麼樣 可以就是更好一點點 嗯 然後 讓他有自信的跟男友告白 我覺得有了自信之後 他就會有那個 信心去告白 我覺得先把自己 打理好 讓自己有信心 然後就是你去挑人家 不是別人來挑你 所以我覺得 自信心很重要 為什麼這個光 看起來我這邊 是不是 有那個 綠綠的 好 下一位是 崇恩嗎 崇恩 好 然後就是 他認為他的哥哥 最近在某方面不給力 那就請專業的來去啦 拿住 崇恩 你可以找專業的幫忙 然後 諮詢諮詢一下 或者是 參考一下愛情動作片 等等的 好 那就 祝你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然後有快樂 美好的一天 然後 繼續享受這個世界的美好啦 好 這個是2月13號的是 施楷嗎 我先祝福了 要不然我那個私訊留著 我怕那個到時候沒有 沒有辦法講到 好 施楷 好 施楷是2月13號生日 我在這邊先祝你生日快樂 然後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事事順心 然後有快樂 美好的一天 生日快樂 施楷我先幫你提前的祝福 要不然我怕說我到時候忘記了 被埋沒在裡面 好 那這是以上的2月4號 然後還有13號的一個生日祝福 因為這下其實我記得我在直播上面都講過了 但是直播的檔案 所以導致很多人都說 欸 我自己的明明有祝福 可是對方沒有收到的原因是這樣子 好 這支影片我會上傳到Youtube 那 我現在在整理私訊 我把那個我拍好的 然後丟連結給你們之後 我就會close那個按鍵 然後這樣子才不會讓我的私訊這麼多 然後導致說 有些人被沉淪我沒有看到 然後 嗯 沒有丟私訊的連結給他 然後他不再要去看 我盡量都是拍照丟私訊給你們 好 好 那就今天就這樣子喔 我們下個祝福見 掰掰